此以仁义为准生者也。 卷三十五文字白化圣人以仁义作为心形的准则。 符合仁义标准的人就是君子,不符合的就是小仁。 君子虽然叙事,但他的生命不会消失。 小仁虽衣食得势,但他的罪恶却难以消除。 左手掌握天下的版图大权,而右手自割其喉咙。 即使愚昧的人也不会这样做,因为生命比天下更为宝贵。 为君王和父母的为难而牺牲的人,能视死如归。 是法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缘故。 拥有天下是极大的利益,但同生命相比也是妙小的。 生命是极其宝贵的,但同道义相比也是轻微的。 以仁义作为准则的人就是这个样子。 118 孔子曰,不已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卷四十八体论白话,孔子说用不合乎道义的手段得到的富与贵。 对于我,就如同天上聚散不定的浮云一样。 不值得花费心思去追逐。 119 孔子曰,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 造次必于是,边配必于是。 造次,积聚也。边配将乎也。 虽积聚将乎不为人也。 卷九论与注释造次,仓促匆忙。边配扑道。 比喻是道衰乱或人事挫折。 白话,孔子说君子即便是一顿饭这样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人。 仓促不辖之时,他的心一定在人。 为寝困恶之喜,他的心一定在人。 120 孟科称,沙亦无辜,依去天下。 仁者不为也。 卷25 位置上注释,沙亦无辜,依去天下。 仁者不为也。 出,孟子公孙丑。 行义不义,沙亦不孤,而得天下。 皆不为也。 白话,孟子说即使杀一个无辜的人便能够获得天下。 人得之人也是不会做的。 一二一。 未有人而以其心者也。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卷37 孟子白话不会又讲求人爱。 却遗弃自己父母的人。 也不会有讲求道义。 却不以国君作为优先考量的人。 一二二。 又公离仁义者。 即见仪。 又最不失人心。 不失人心作。 又仁义者。 必见性。 不仁义者。 是知诚顺也。 天下之尊觉也。 虽谋的既当。 对患而患解。 除国而国存。 其是又离仁义者。 其公必不遂矣。 卷35 文字著是诚顺至自然之庆。 白话有功劳却丧失了仁义之心。 就会被怀疑。 有罪过却没有丧失仁义之心。 一定会得到信任。 所以,仁义士做任何事都要依寻的长道。 是天下最为尊贵的品德。 虽然既谋得当, 事先考虑预防破换。 而破换也得以消除。 谋划者立国, 而国家也得以建立。 但是,如果所做的是有为被人意的地方。 其工业一定不会圆满实现。 四乘性一二三开至公之鲁。 丙至平之心, 之大象而至之, 亦云成而以异。 辅任成, 天地何感。 而旷于人乌卷四十九父子著是大象大道成义。 白化开辟及其公正的尽贤之路。 秉持至为平等的心。 把我至伯大当而自然招感贤才。 说的, 也就是真诚而已。 真正有了诚意, 天地都能被感动。 何况人那一二四夫为人上, 决至诚开信以待下, 则怀信者欢然而乐静。 不信者难然而回异矣。 卷四十九父子白化在上位者, 若竭尽致成致性来对待在下者, 则有诚信的人就会欢喜并恶与效劳。 缺少诚信的人, 也会羞愧而回心转意。 一二五夫品之于明, 国家大宝也。 众尼曰自古皆有死, 明非信无理。 卷二十五未至上百化取信于明, 是一个国家非常宝贵的财富。 孔子说自古以来, 人都免不了死亡。 如果失去了百姓的信任, 国家便无法安利。 一二六君之任臣, 如身之信守。 臣之士君, 亦宜如手之己身。 安则共乐, 痛则同忧。 其上下邪兴, 以至世事, 不似非。 命而自情, 不求荣而自轻。 和则相性之中这也。 卷四十八点与住士体, 连队归属。 四等待。 求荣取悦。 白话领导人, 愿用下属, 就向身体信任自己的手。 下属服务于领导人, 也应当向手归属于身体。 安事则共同欢乐, 疼痛则一起忧愁。 上下邪同一心, 治理国家事物。 不需命令就自能勤奋, 不为取悦, 而自然清静。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彼此信任非常深厚的表现。 一二七四章问行。 子曰言忠行, 行赌净, 虽瞒莫, 知邦行义。 言不忠行, 行不赌净, 虽周离行夫哉, 行夫哉, 言不可行也。 此张书诸申, 申, 大代也。 卷旧论语著是, 南末古代称南方和北方未开化的不足。 一半指四方未开化的不足。 周离古代二千五百家为周, 二十五家为离。 本未行政建制, 寇贩指相离或本土。 申不代是代夫属于腰间, 一头下垂的大带。 白话子章问做事情怎样才能行得通? 。 孔子说一个人只要说话忠实守性, 行为厚道恭敬, 即使到了边院的未开化的不足, 也无妄而不可行。 假如说话忠实守性, 行为不厚道恭敬, 即使在自己的家乡, 难道就能行得通吗? 自章把孔子的话公恭敬敬地写在一带上, 以便随身祭诵, 依照实行。 一二八子曰人而无性, 不知其何也无性, 其于中无何也。 大车无泥, 小车无悦, 其何以行之灾大车, 牛车,泥, 圆端横木一伏恶者。 小车, 四马车。 月, 圆端上去, 勾横这也。 卷九论语白话, 孔子说一个人若无性用, 不知他除性以外, 还有哪一条不错正如牛拉的大车, 没有了连接牛与车的木头。 马拉的轻车, 没有了勾住马和车的勾子, 如何使车子行走呢? 一二九性不可知, 一无所力。 卷五春秋左世传 中白话, 如果性不能明先可见, 必就失去了一只而必的基础。 五正己一三灵君子敬意之内, 一一方外, 敬意利而得不孤。 卷一周一白话, 君子以恭敬持重来端正自己的内心, 以正当事宜来规范外在的事物。 能够做到内心恭敬处是事宜。 他的得业就广泊而不孤立众人也会以敬意回应他。 一三一子曰, 苟正其身。 于, 从正乎和有, 不能正其身。 如, 正人和眷就论与白话, 孔子说过真能够端正自己本身。 从事政治和难知有, 若不能正己。 如何正人一三二天父之, 地在之, 圣人至之。 圣人之身由日也, 夫日元始, 光迎天地。 圣人之身小, 其所主缘, 圣人正己, 而四方至矣。 卷三十六诗字住世迎充满。 主愿光照远方, 地御则及远方。 白话上天父在万物, 大地成在万物, 圣人至理万物。 圣人就好像太阳一样。 太阳看起来只像圆周一尺那么大的圆。 却能光明普照天地万物。 圣人的身体虽小, 却能光照千里, 恩泽远方。 圣人端正自己的思想言行, 天下就能得到智力。 一三三公子, 披肤之人耳, 以乐道正身不屑之步。 四海之内, 天下之君, 为孔子之言, 无所得中。 卷十九, 汉书七柱是批肤古代指平民中的男子。 义泛指平民百姓, 为如果没有折中取正, 用为判断事物的准则。 白话孔子, 不过是个普通百姓, 因为不切笔追求圣贤之到端正自身的缘故。 如今四海之内, 天下的君主。 如果没有孔子的言论, 就没有办法调和太过语不及。 一是处事得当合理。 一三四, 不不仁爱则不能群, 不能群则不生物, 不生物则养不足。 群而不足, 真心将做。 上圣着然, 先行敬让博爱之恶者, 众心悦而从之。 从之成群, 是为君矣。 归而忘之, 是为王矣。 卷十四, 汉书二, 注释上圣有前圣。 之前带的帝王女圣贤。 白话所以不仁爱, 就不能形成合目的群体。 不能形成合目群体, 就无法善用外物。 不能善用外物。 人们生活所需就会不足。 争斗之心就会产生。 前代的圣人高远地, 率先公行敬让博爱之德, 人民就心悦成福底跟随他。 跟随他的人愈来愈多, 形成了群体。 的人就成了首领。 远近的人都争着钱来恢复他。 的人就成为王者了。 一三五修觉身, 允得邪与下, 为明后。 先王子, 会混穷, 明复绝命, 王有复月。 奉先思小, 皆下思公。 事远为明, 听得为聪。 卷二, 上书注释, 允得诚信之德。 邪邪和。 子会慈爱诗以仁慧。 奉先祭祀祖先。 听得未听, 用有德之言。 白话注重自身修养, 以诚信之美德协和民众。 这才是英明的帝王。 先王像爱护子女一样, 爱护困苦贫穷之人。 人民都顺从他的命令。 没有不高兴的。 奉四祖先, 必兴存孝敬。 皆敬臣明, 必兴存天公。 能够看得长远, 才叫做眼明。 能够听从有德之人的善言, 才叫做耳聪。 一三六, 未有身至正而臣下邪者也。 未有闺门至而天下乱者也。 未有左右正而败官望者也。 未有功赏得于贤。 众贤不于官而不治者也。 未有得厚力量而明判者也。 卷二十汉书八入是闺门宫阅内室的门。 戒指公平家庭。 叛哄叛。 违背背离。 白话不曾有君主自身修至中正而臣下奸邪的。 不曾有君主公平内宗正而天下混乱的。 不曾有左右敬臣正直而百官不正的。 不曾有论功行赏实行在前。 众多有才智的人安置在官会上。 而国家不太平的。 不曾有君主得行存后官立贤良。 而百姓叛乱的。 一三七就寒莫如重疮。 求至棒莫如自修,思言信义。 卷二十六位至下注是重天加覆蝶。 白话业语说要防止寒冷, 没有比多穿起剪皮袍更有效的了。 要止息放言。 没有比修养自己的德行更好的了。 这话真是不虚啊! 六度量一三八君子己善, 义乐人之善也。 既能,义乐人之能也。 君子好人之为善而福西。 作曲,应俗也。 恶人之为不善而福西也。 不宣人以恶,不疑人以不幸, 不说人之过,而成人之美。 卷三十五增子注是同趣。